来自日本的乔本太红 因为飞镖改变了他的人生 不仅认识超过300位各国的朋友 还放弃原本科技业的职务 转行开飞镖店 甚至四年前 他为了要提升台湾的飞镖环境 尝试了许多的方式 成功让更多人爱上飞镖 电子机台吸睛的声光效果 飞镖玩家们此起彼落的欢呼声 周四晚间的飞镖场格外热闹 飞镖场的负责人乔本太红 原本在东京一家科技公司上班 为了学好中文和英文 以飞镖当桥梁 在台湾和马来西亚都交到不少朋友 还开启了网路商店的契机 我对飞镖这个运动非常感谢 因为真的 坦白说透过飞镖 我交到应该超过300个国外的朋友 从网路商店到开设实体店 他逐步建构出 心中理想的店铺模样 一开始过来台湾的时候 没有就是 很好的打飞镖的环境 台湾的飞镖环境 几乎都是酒吧 或者就是地下转酒馆 没有就是群粹的飞镖运动场所 这个对我来讲蛮可惜的事情 桥本除了开店 还和运动用品店合作 举办免费亲自体验活动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 也向上的一位飞镖老师 可能遇到课程哪边不太顺利的时候 会来跟我讨论 我的梦想一半是达成的 现在就是越来越多学校 其实就是开飞镖社会 这个代表就是在台湾 飞镖就是被认为是个运动 飞镖丰富了桥本的人生 他也满怀真诚与热情 透过飞镖丰富别人的人生 回馈台湾社会 桥本的台湾飞镖梦 正在不断扎根与茁壮